大家好 我是月篇无数 深重剧毒后 痛定思透 百度不清的 有毒君 今天和大家掰扯一部 第三男处对象 顺带打boss的剧 这开头呢 一个头盗带得太紧 导致脸拉到变形的大锅 抱着快咯屁的女子 跪求师傅 给个复活机会 坏消息是没机会 好消息是 只要能吃上一百年的苦 就能换来这位女子的重生 大根脸都拉到变形了 还会在乎去参加这种变形剂吗 我不在乎 若干年后 重生的女子 成了烈火山庄庄主的女儿 放着好好的生活不享受 跑去青楼 应聘当丫鬟 好消息是老板娘同意了 坏消息是 这女的顶头上司 给她布置了道作业 让她帮忙吸引天下 无刀城少主的注意 至于女主 想了个什么法子来吸引 不重要 反正没成功 担心女主受欺负 暗恋女主的师兄 郁自涵 亲自赶来青楼支援 但作为女主 身边怎么可能 只有一个男人守护呢 这不 参加完变形剂的 银雪大哥 很及时的也赶来了青楼 摇身一变 成了青楼的花魁 男的女的都要 争着带她回家 公子 你看我怎么样 今日咱们算是有缘了 跟我走好不好 我不同意 但说好的 这天下第一美人 竟变成了个男人 虽说仔仔演技 颜值也能硬撑异话 但是有毒君 还是贴心的给大家 捡了一个女版的烈火如鸽 今晚是我们品花楼的大日子 我们的花魁银雪 回来了 好 我好想 我信你 扫描二维码 关注有毒君的公众号 后台回复 烈火如鸽 就能看到完整版MV 大哥为了跟女主回家 是软硬兼施 先当着满青楼的人说 心动女孩是女主 再拆穿女主 来到青楼的真正目的 你到品花楼 就是为了想知道 为何她会爱上一个青楼女子 而背叛你 这一下子 就成功地吸引了女主的注意 再加上大哥 说会亲手撩汗大旁 除了我 再也没有人能够指点你 如何挽回一个男人的心 女主便答应带她回家 但这回家就是个错误 女主天天被为婚夫 花是可以 说了不爱自己又抢吻 玩事还被dance 这不正说明 女主注意口腔卫生吗 怎么你 好闲口 找一个礼拜 不刷牙的不就行了 但毕竟有这么多备胎在 不爱就不爱了吧 不如和大哥 游山玩水 他们一路吃饭旅行 走走停停 来到了平安镇 这个一点都不平安的平安镇 很快就发生了杀人命案 战风领师父之命 请来调查 那本来战风也想做个 正直善良的好侦探 突然一个神秘男子出现 用3D环绕立体声提醒他 疯儿 别忘了转发视频 啊不 是别忘了杀父之仇 战风一咬牙 立马就站在了反派组织那边 那神秘人是谁呢 你看这烟熏冲 这邪魅一笑 这出场自带英笑的 不就是想告诉观众 我就是整部剧的反派鸡鸡 这位反派鸡的剧剧 到底做个啥牛叉事呢 咱们来数一数 这就怕什么了 先是因为自己暗恋的师姐 嫁给了战风他爸 一怒之下 把烈火山庄 猎明镜的男娃 和猎明镜死党 战飞天的女娃掉了包 也就是说 女主其实是战飞天的亲闺女 战风才是 猎明镜的亲儿子 大boss 你皮这一下很开心呢 后来也不知道 通过什么社交方式 联系上了战风 并成功将他洗脑 于是战风 对战飞天 是猎明镜所杀 这事儿深信不疑 因为这杀父之仇 和女主退了婚 至于接下来的剧情 就是把这对 有的没的成年烂芝麻事 掰扯清楚后 女主和三个 喜欢他的男的 开启对抗大boss 拯救世界的主线任务 在这里呢 有毒君就预祝你们成功 爱拼才会有 爱看各类奇奇怪怪片子的 小仙子小青女们 记得在微博 微信关注 此片有毒 随时勾搭 有毒君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